謝謝大家 多謝老師 5月13號是世界法輪大法日 也是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69歲華誕 今年法輪功洪傳世界已經28周年 各國法輪功學員都舉行了豐富的慶祝活動 感謝師父的慈悲救度 下面來看記者發自韓國的報導 身穿黃色上衣的韓國法輪功學員 双手核实 公祝法轮大法创始李慕智先生的69岁华旦 清汽飞机上挂着应有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的中汉文的横幅 缓缓飞向天空 环绕禅市汉江公园上空飞行 禅市汉江公园是首尔市民休闲和散步的娱乐场所 靠近江南第一繁华街 设有各种体育设施 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和市民前来游玩 因无法举行大型的练功活动 少数法轮功素员自觉地保持社会规定距离 在一起练功 感恩师尊给予生命的升华 法轮功宣委员也表达了对市政的敬意 和感恩之情 新台记者经验 韩国首尔报道